吃個滷肉飯配個肉羹這樣子 結果發現我的三餐乾油脂 本來是150 結果飆到360幾 台灣像他這樣的糖尿病友 每年會持續增加25000人 包括40歲以下的年輕患者 不過身處美食王國 三餐用老式在外 食物該怎麼選擇 可有很大學問 我們會希望病人一個禮拜 至少測三次的配對血糖 飯前跟第一口飯後的 兩小時的血糖 去評估這個食物 對他飯後血糖的影響 那我們一般希望飯後血糖 比飯前血糖不要超過50毫克以上 如果他超過50以上 那可能代表他的食物分量是比較高 而且他吃的食物是比較高 升糖指數的食物 把六大類食物化為一張張圖卡 還詳細標出營養素 分量 熱量 糖友只要答對食物九宮格題目 就能夠獲得籌碼 用預教娛樂方式 檢視自己的飲食 不過由於食物陷阱真的太多 讓專家來教授小paypal 很多人吃肉燥飯 他其實忽略掉其中的油脂 譬如說有些人吃剩餘小番茄 他以為吃水果吃起來甜 他覺得這種是蔬菜啊 但是我們分大番茄小番茄 小番茄算水果大番茄算蔬菜 所以在這個份量上 他就會有錯誤的迷失 導致他吃一斤 甚至吃了三十顆 那這個對飯後血糖的影響就很大 一碗飯我們稱為四份 那一份我們是15公克的碳水化物 那他們在做營養標示的時候 他就可以看到說 比如說他拿到一個三明治 它是30公克 那就等於半碗飯的量 所以要讓他們慢慢從他們 自己喜歡的食物裡面去做學習 其實只要熟悉飲食待患 糖尿病友也可以安心享受美食 專家建議 如果以上班族無法避免的外食來看 吃自助餐時 可以用白開水先把菜上油脂過濾掉 主食最好選擇糙米 飯後血糖會比白米飯要來得低 全新推出的159公格胃教 未來將擴及全台灣的醫院跟診所 教糖友吃出健康 記者顧岑永 蔡文貓島